根據當局突然下發的通知 北京市所有短租平臺列出的房源 立即全部下架 北京通州區更組織網信、公安、住建等部門 聯合部署 向圖家、愛比營、去哪兒、小住短租 同城一龍等9家短租房平臺宣讀新政策 不合規房源從8月29日下架 據知情人士透露 當局規定 北京的民宿要想重新上線 必須提供房屋產權證明、業主身份證明 經營者身份證明、業主同意短租證明 小區、業主或物業管理委員會出具的證明等6份材料 但一般的短租經營者很難同時提供6份材料 約8成民宿很可能就此關門 有學者指出 中共當局此舉 將為民宿行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同時也為民眾生活帶來嚴重不便 但卻可以全面收緊人群活動空間 很多不被政府歡迎的人 如低收入訪民和維權人士 將更難在北京落腳